郭文貴議員 報告全面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今天上午審查考試委員被提名人 陳景生、吳欣欣、楊雅惠、王秀宏等 這資格是否試任相關事項 黨團詢問的順序 以民進黨黨團、國民黨黨團、民進黨黨團、時代力量黨黨團 這順序輪流交叉進行 並採疾問計打方式 得採聯合詢問 但其人數不得超過三人 在進行詢問前 先請被提名人陳景生先生說明時間五分鐘 請陳備提名人簡稱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先生、女士 很榮幸獲得本屆考試委員的提名 也很高興可以在這裡向各位委員報告個人對未來考試院的一些看法 個人曾經擔任基層公務員十幾年 也曾經在私立大學擔任主管職務 對目前的文官體制有一些建議和看法就交於各位委員 由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簡單的條列說明如下 第一、考試用人的問題 考試院不只是應該要辦理考試選材而已 更重要的要護起培育、培訓公務員 特別是培養文官精神的一個機構 高普考錄取的人 只能夠證明他很會考試、很會背書 但是不一定會做事 操守好不好、有沒有熱誠、有沒有敬業的精神 光靠一次的考試是沒有辦法知道的 一般的企業 用人的時候還要經過面試 還有其他參考資料的調查 很多人參加高考 多半是因為公務員有保障 且換完 一旦進入這個公務體系 安逸、穩定 漸漸習慣以得過且過的環境 這些人不在少數 更不用說熱誠跟績笑了 所以在適當的時機 我覺得可以由文官學院來應用各種的測驗 來判斷 包括這個 性向測驗 或者是這個 人格的測驗 或者甚至於這個邏輯測驗 機制訓練等等 來判斷這個信任公務員的能力 還有他的敬業的態度 跟情緒智商 針對他的不足再加以教育跟充實 以彌補這個單次考試的不足 第二個 文官應該有評鑑跟淘汰的機制 過去幾年來 公務員的考基歷經很多次的改革 從我三十年前擔任公務員 從這個考基百分之五十 加等以等一直變到現在 連最起碼的百分之三的冰等 還是沒辦法達成 大部分都是百分之九 七十以上都是加等 但是績效好像沒有提升 問題出在哪裡 單位主管不想當壞人 所以在可能的範圍裡面 大家都是息事寧人 除非有犯錯 才可能變宜等或者冰等 文官雖然有保障 但不是保障他的鐵換法 是保障文官中立的精神 所以怎麼樣落實這個淘汰制度 我想這個要研究 我個人在擔任校長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私立學校 比較不受這些規矩 所以我們自己研究了一些辦法 譬如說 我把考基改成這個個人制評 以後同裁負評 十個同裁負評 那單位裡面誰認真 誰不認真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然後主管再負評 然後再教考基委員會 來配合最後的考評 加上這個單位的績效 我想這樣的話主管比較沒有壓力 而且我們實施了十幾年 目前好像也還很順暢 第三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職位跟職等要偷勾 我想一般公務員從基層做起 表現好就一直升遷 理所當然 但是根據這個管理學裡面講的 彼得原理就是說 在原有的職位工作上 表現好的人往往是升遷到一個 自己不能適任的 更高一級的職位 最後組織裡面都是什麼 大部分都是不能升任員工佔據 所以這個組織就沒有辦法進步 這叫做單位僵化的現況 那解決的話 我覺得是我們在大學裡面 系主任跟教授是透過的 教授被選上系主任 他已經做得很好 他不見得行政能力很好 所以他可以不要做下來 繼續當教授 換別人來當系主任 我想公家單位如果把這個職位 譬如說科長跟科員 科長做得不好 回來他科員做得很好 那還是讓他做最好的科員 那只有差在那個主管加級 我想第四個就是 我們要有公共行政 跟公共管理的觀念 公共行政講SOP 那SOP是可以把事情做好 但是不會有開創 那公共管理是說 Do the right thing 跟Do the thing right 是不一樣的 那最後一點就是考試院的轉型 我覺得考試院要把這個 人力資源當作我們未來的方向 但是資源是你擁有分配 但是我希望人力不是資源 而是資本 資本是必須要加值 可以加值的 所以我想將來考試院 如果有機會可以轉型的話 可以把這個 目前的人事制度 人事主任變成人資長 不是只有管人事行政 不是管退休 退休考期之類的 還有一個前瞻性的看法 對於將來 譬如說少子化 高齡化等等 還有就是對公 這個公家單位 這個單位的 他的業務也要選手 不是只有管人事 所以這個時候 一條片的制度也可以改進 需要立足 好好負擔 謝謝陳備提名人說明 繼續請 備提名人 吳欣欣先生說明 時間有五分鐘 請iki olla 提名人參贓 請 собствен 斑 beb 提名人參贓 所以我們大院安排我們來這邊做一個口頭的報告 接受大家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檢視 那我想本人的一些自傳學經歷都已經很早送到大院 大家應該都有了解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說 我這一生工作的一個歷練 大概學術界一半 然後公家機關一半 換句話說我的職場的經驗跟歷練大概橫跨公教這兩大領域 那特別是對於這一個考試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內容 考全培訓 基本上我自己都有親身的歷練跟體驗 本人有曾經參加國家考試兩次幾個 一個是交通部有政特考 那我也從基層公務員開始做起 那麼也曾經在交通部有政總局人事處 擔任過人事行政 人事的科員 所以對人事業務有一點涉獵 那麼另外在從事公職這段時間 那麼對於整個公務人員的這樣的考訓 這個全序等等 並不陌生 同時我也曾經擔任過 在學界的時候擔任過考試院的點事委員 所以對於出題 閱見等等這些 我也有這個學習過 那麼 整個來看 我們國家考試院 我們考全培訓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怎麼樣來建立我們國家優質的文官體系 來讓這一些行政中立的文官 在我們國家邁向現代化的治理的這樣的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道路上來講呢 成為我們國家建設最安定的一股中間的力量 所以呢 優質的文官體系是我們國家未來能夠強大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性的因素 那我個人在思考就是說 當前我們在想到相關的考全培訓的業務方面 我個人認為下面幾點我會比較關心重視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知道在107年 警察特考曾經發生人為的弊端 那麼我個人覺得今後如何防範這樣的弊端再發生 對於點事委員、閱見委員、命題委員等等 他們不只他們的學經歷 而且他們的人格、品德、操守 我們更要重視如何來防範 第二點 我想對於我們很多公務員 尤其是社外公務員 如何來強化提升他們的外語能力 而這樣的外語能力最好能夠接近母語的程度 譬如說外交特考、住外人員、經貿人員的一些特考等等 讓我們的住外人員他有接近母語的外語能力的時候 從事社外工作他的激善力就會大幅的提升 那這也是過去我在外交部服務的時候 我這樣的一個感想跟心得 未來我會在這個地方怎麼樣透過考試的方式 來做一些適度的變革 第三點 我想對於公務員員退伍基金的管理 我們也知道這也是我們大家關切的問題 怎麼樣讓我們的退伍基金能夠健全管理 而且能夠讓這個退伍基金越來越大 而不是越來越小 那能夠照顧到我們所有全體公務人員他們的一個權益 以及我們國家這個財政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關係 我想未來這一塊我也會這個比較會注意 那第四個就是對於這個這個聯金改革之後 我們退伍我們公務人員他們很多培訓的工作 他們心理方面的智商輔導 對於他們的生涯的規劃等等 我覺得我們應該給他們關注 讓我們的公務人員有更健全的開朗的正向的心態 來為國家服務 那麼最後一個就是我們這個公務人員的考基 我認為應該要落實這個同一等級的這樣的評比 否則的話 考基假等都給長官拿去了下面基層人員做得很辛苦 但是他們都拿不到假等 我覺得這是不公平的現象 所以怎麼樣在這方面技術性的問題來處理 我想未來我也會注意 那麼今後不管怎麼樣我個人 如果大願同意我擔任考試委員 我一定會秉持客觀公正中立 認真工作這樣的態度來履行 我對於大家這樣的一個承諾 做好我們國家考選的工作 謝謝大家 請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無備提名人的說明 繼續請被提名人楊雅惠女士說明 時間會五分鐘 請楊被提名人雅惠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向各位進行報告 我是楊雅惠 我是楊雅惠現任第十二屆考試委員 由中華經濟研究院借調至考試院服務 並為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教授 或台灣大學商學士經濟學碩士73年 或台大經濟學博士75年 自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 擔任福爾伯拉訪問學人 長期從事研究工作 自六四九年十月起任職於中華經濟研究院 從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至研究員 進行多項研究計畫並時常發表專屬論文 曾經擔任該院第三所台灣所副所長 所長與財經策略中心主任 個人著作包括多項的專屬及專屬論文 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研究計畫、實論等等 研究主題包括經濟分析、金融發展、貨幣政策、 人力供需、退伏機制與退伏基金架構等等 九十四年到九十五年間 擔任中央銀行理事 參與貨幣政策之決策 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三年間 擔任兩屆的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委員 參與金融監管決策工作 並獲頒二等金融專業獎章 一百零三年九月起 在考試院服務 參與考試院文官體制 以及退伏機制與退伏基金的重要決策 屢屢提出建議 個人在政府機關服務至今超過十三年 了解政府各部門必須要相互的合作協調 尋求整體最佳的策略 尤其當前國內外的經貿情勢多變 必須因應時代的變局以提高競爭力 未來要如何配合國家的需求 參考各國的經驗 結場補短 嚴禮周全的配套 需要多方的研討 即是網易 文官體制的完善 由來教育、考選、培訓 進入各環節的合作串聯 在考全制度上 希望能夠一方面精進考選的業務 維繫公信力、公正性與公平性 重視文官體制的適切性與行政中立性 另一方面 因應國內外的發展與時俱進 避免過度繁複僵化的規範 採取合一之彈性 改善工作環境與福利措施 以提振公務人員的士氣 並且加強人力培訓 增進跨領域的認知 以及跨國交流的能力 限制種種問題包括 考試限制轉調是否鬆綁 國考舞弊事件處理如何改善 約聘人員制度如何周全 還有考基評鑑制度如何更為合一等 都必須要進一步的檢討 現有的制度力求精進 具體措施就必須仔細的研究 個人所學在經濟金融 對退補機制與退補基金的健全性 頗為關切 認為長短期的心格應該慎盛研討 尤其即將以三年後上陸之 新進公務人員所適用的心智 必須要謹速地進行研究規劃 精算與溝通 對各種配套方案的利弊得失 審慎嚴惜 而退補基金的運作 必須兼顧安全性與獲利性 加強經貿情勢的研判 與專業操作能力 我出生在彰化的小康家庭 父母家訓就要求 負責連結謙和的為人處事原則 個人一向是秉持著中立客觀的立場 對視不對人 理性分析問題 並且重視社會人文關懷 與公務人力素養的提升 透過音樂文藝等公益活動 而致力推廣之 個人都有機會 序任考試委員 將以目前與考試院所學的經驗 與觀察所得 盡力投入 其予我國能夠奠立 可長可久的優質文官體制 以上為個人簡述 敬請各位委員多多指教 謝謝 謝謝 謝謝楊貝提允人的說明 繼續請貝提允人王秀宏女士說明 時間會五分鐘 請王貝提允人秀宏說明 主席 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大家好 我目前擔任高雄醫學大學 專任教授 首先向各位委員致歉 今天的口頭報告 與事先提出的書面報告 有些不同 我是希望就此機會 能部分回應大院公聽會委員的提問 與關注的議題 以下提出幾項個人的看法 第一 有關費考試院的主張 這是長期以來社會高度關注的議題 如果大院服役民意 依權責提出修憲 我個人絕對尊重與支持 在轉型的過渡期 對於國家各種考試 以及公務人員的權益保障等相關業務 仍需持續持續的執行與推動 未來若有機會進入考試院服務 希望能在院長帶領下 與大院行政院等相關機關 共同研議修法及改革的方向 並提出相關配套措施 第二 有關國家人力資源部門 除了未來體制的轉型與改革 在信由制度的改革上 公務人力資源的規劃與建制 有關國家的穩定與進步 我本身是醫療人員一份子 從2000年以來 多次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相關會議 其中經常被討論的重要議題 就是健康人力資源的策略規劃 至今還是世衛組織的重要政策 我擔任衛生署副署長期間 也促成建立動態性護理人力資訊管理系統 以掌握全國護理人力的流動與需求 若此概念應用到國家人力資源 未來可朝兩個方向規劃 第一 因應退休年禮的延長 可建立公務人員個人履歷 所謂的e-portfolio 以規劃個人專長與執愛發展 第二 逐步建立國家人力資源動態性管理系統 定期分析 並前瞻性預測未來國家發展需求 盡早有計劃培育未來國家所需的人才 以提升行政效能與國家競爭力 第三 教考訓用的鏈節 我本身來自教育學界 在教育方面對培育專門職業人才有相關經驗 也擔任過教育部 學系所評鑑委員 在考選方面 對於專技人員以及公務人員 國家考試也有參與的相關經驗 包括擔任考選部點事命題審題以及口試委員 在訓用方面 以醫事人員為例 我曾經正任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 也了解用人機關與醫療機構的訓用情形 如何讓教考訓用更密切的鏈節 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第四 將人權性別議題融入公務人員考試或培訓 我國歷年來簽署了聯合國五大公約 包括公民與政治權利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以及兒童身心障礙者權利等國際公約 公務人員的人權及性別意識 攸關其對人權及性別的尊重與平等對待 所以公務人員的人權及性別的基本素養相當重要 藉此也可以展現我國現代國家的核心價值 另外102年考選部已提出 《國家考試性別平等白皮書》 未來也應該要與時俱進 加以修改 個人30多年來 在教育學術專業 以及參與公務體系相關經驗 未來若有機會進入考試院服務 必當秉持兼負考試委員 為國舉財 培育現代政府所需的治理人才 以及健全政府文官體制等相關任務 以上報告 敬請委員支持指教 謝謝 謝謝 謝謝王貝提名人的收銀 現在進行委員詢問 首先請蔡委員必如詢問 審檔時間為15分鐘 院長 還有各位候選人 大家早 其實好 其實考試委員是股資三公 eig 基本上我想 我有些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 我想先有請eks 陳錦森先生跟吳欣欣先生 好 請 陳錦森先生跟吳欣欣先生 好 兩位先生好 因為其實兩位都是德高望重的人 我想在這裡就指教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先請兩位上來 是因為剛兩位在致訴裡頭說 兩位都做了公務員 那我也是公務員 我過去30年 我在台大醫院當了30年的公務員 所以我想來就公務員這件事情 來請教兩位 但是首先第一題我想問一下 你是否認同末代考委的說法 因為我們昨天那位黃榮春院長候選人 他自己講了一句話 他說他當時被提名的時候沒有意識到 那最近剛好一些媒體的一些反應 所以他開始漸漸的意識到末代考委這件事情 而且他覺得要當末代院長的責任更大 我不曉得陳先生跟吳先生 你們對末代考委這樣的一個說法 對末代考委的想法是什麼 對不起 那我就暫前先講 末代考委我是認同 但是我覺得考試制度 是很好的制度要保留 至於願在不在 這個就尊重大院的決定 好 那吳先生呢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 因為環境隨時在變 整個國家的發展要跟著大環境來改變 至於我們如果大院同意我們擔任考委 是不是末代考委 我想這也是由大院這邊 跟這個國人的共識來做一個決定 那我要強調就是說 不管是不是末代考委 如果是末代考委的話 那我們的角色可能更重要 怎麼樣讓我們整個國家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 優質文官體系 能夠舞后接軌 能夠讓我們國家的發展更健全 我覺得這才是我們關切的地方 OK 看起來兩位都有認同末代考委 所以接下來這一題是這樣 那現在是這樣 之前在廢審之前要先精神 所以是不是在廢除考試院之前 我們要是我要同意 向考試院的一些所屬的部會 移到行政院 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 那是不是就藉這個機會 來進行一些人事的精簡 那提升政府的效能 那我想先從陳先生開始回答 謝謝 我想那個 主制法修改以後已經精了一部分 從19個變成9個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19個真的沒有辦法討論事情 所以你同意這個考試院的所屬部位 會先移到行政院 我想如果根據最原始原創人 孫文先生他只提到考試 其他都是後來加進去的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事權要同意的話 如果大院同意我都沒有意見 OK 好 謝謝 那吳先生呢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這一個 如果 現在我們講的都是假設的 未來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這個 我們考試院 一定會來跟行政院 跟相關的這個院部會 做一個整密的規劃協調 做一個完整的這樣的一個 來做一個後續的處理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OK 好 為什麼要問這一題 而且把兩位剛好同時請上來 然後因為我接下來要問這一題 我剛說過了 我過去30年是在台大醫院的公務員 我所面臨到的問題 來看下一題 第一個就是高普考的公務員 後來呢 因為開始精簡能力 能力精簡之後 就開始出現了約聘僱人員 那其實呢 以我台大醫院來講 我的單位裡頭有一半是公務人員 一半是約聘僱人員 所以呢 他們會面臨到 第一個就是一些保障的問題 然後高普考進來的公務員 基本上 你要把他FIRE 或是他做的不好 你頂多給他一等啊 餅等還需要送人評會 這樣跑下來其實都是很費時 那但是約聘僱呢 基本上就是一年一聘 那有時候也不一定要有任何的理由 就是明年就沒有聘輸了 然後這是保障的問題 再來就是他們的一些 他當然是一個公保一個勞保 也因為公保跟勞保的關係呢 公務員的加班就會變成是常態 尤其是最近這幾年 人事精簡之後 常常就是 我在醫院 我想大家等一下那位 那個王理事長 他跟我一樣是護理界出身的 醫院就會被列稱為是 血汗工廠 公務員的加班變成常態 可是約聘人員的加班呢 他受到老基法的一個保障 就是時間到了 他也沒辦法加班 加班常常 員工就開始去勞動局監局 所以這個大概是 兩邊最大的不同 當然有一些是薪資上面 因為他只等上面的 起點上面就不同 所以常常會出現一個 所謂叫做同共不同從 那我不曉得兩位那個 候選人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這是目前這幾年來 在公家機關 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態 麻煩先請那個陳先生 我想我自己也是基層公務員 我走了十幾年 那我們裡面的約聘 其實跟專職的也差不多 那事實上 約聘人員的這個權益 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他們雖然是所謂這個 行政契約 但是又不適用勞基法 這個我是覺得有一點問題 其實我換了到私立大學去 我的感同身受更深 私立大學是孤兒 也不是勞保也不是公保 然後後來創立一個 叫做私校公保 退休跟公保不一樣 也不會比勞保好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特別的情況 我想約聘人員類似這樣 將來也許我們可以 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有一個機構 一個人力仲介機構 來吸收這些約聘人員 然後他們可以適用勞基法 有這個機構跟政府簽訂行政契約 那我想這樣可以解決很多政府的問題 還有就是所謂的人情關說 或者是什麼一些私人 現在更嚴重的叫勞務採購 對 這個現在之後會變成三種不同的制度 所以不曉得 請繼續 我想這個對於機構的 所謂過去的所謂這個這個 巡視用人的這個可以解決 還有就是不好的人 你也不用擔心那是誰的 誰的人 那個叫仲介機構可以直接把它換掉 我想這個可以解決一些問題 但是我不曉得牽涉到的法令 是多少 可能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OK 那吳先生呢 是 這個我想任何一種機制 都有它的優點 也有它的不足的地方 那這個如果說約聘人員用的太多 那就會去影響到我們 傳統以來 考試用人這樣的一個優良的制度 但是我們也注意到 傳統考試用人的制度 有時候難免也會缺乏用人的彈性 真正有一些特殊專長的人 或許他考不上公職考試 那有這樣的約聘的機制來救急 所以他有利有弊 那當然我個人在實務上的了解 事實上約聘人員的待遇薪水 跟高不高即可的人 基本上落差不會太大 剛開始的時候 但是到以後的升遷 恐怕就會收到 約聘人員的升遷機會就會變小 那這樣的話 當然對約聘人員來講 就像委員所講的關切的 同工不同酬 但是優點就是說 如果約聘人員 他做的表現的不是很理想 這個時候 用人機關的手掌 在談心上來講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個換掉 但是公務人員 你要把它換掉很不容易 我想委員很清楚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問我們說 這樣子 這兩軌 到底要怎麼辦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值得我們大家一起來思考 大家 我想大院也好 行政院也好 考試院也好 大家來思考 未來要怎麼去走 我覺得這是一個 比較嚴肅的話題 好 謝謝兩位候選人 接下來我想請楊雅惠女士 楊女士 你好 我想只要問你一題 因為你是現任的考試委員 所以呢 你同意昨天黃龍村院長候選人的話嗎 就是末代考委這件事 我到底是不是末代考委 這個涉及到修憲 涉及到大院的決定 所以這個不是我現在能夠說我同意 或者是不同意 不是我個人能夠決定 OK 好 那一樣就是 那你是不是也同意 我剛問了兩位先生 的問題 就是把考試院 如果他是末代考委 我們應該要做 考試院應該做了準備 是不是同意 把考試院的所屬部會 移到行政院 那就人事精簡這件事情 來做一些制度上面的改革 好 那麼 這是講這件的問題 如果我們這一屆 就是末代考委的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這樣的體制上 一定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是認為說 無論是如何的調整 現在這個一些制度 一些考選制度 還有權序制度 我們所強調的中立性 公平性 公信力 這些都必須要維持 換句話說 不管體制是怎麼樣的調整 這個長久所建議出來的 社會所期待的這些部分 都應該要注意讓它維持 那麼至於說怎麼樣調整 我覺得是需要仔細的這個去斟酌 那可能在修憲修法的過程當中 這些都必須要好好的予以考量 好 謝謝 謝謝 請回 那最後我想要請王秀宏女士 理事長您好 我想我們同樣都是護理界的專業 那剛剛你講了一些 我想我就不問前面三位問同樣的問題了 但是我想要問一題 因為在你的你的裡頭寫到 那個在任職期間建立了我國專科護理師的 國家的那個培育標準 而且在2007年由行政院衛生署 頒發出第一屆的專科護理師證照 我覺得這是在我們護理界的上面的一大突破 但是常常在臨床上 我碰到了就是說 好專科護理師跟PGY1 怎麼去做區別 我不曉得理事長你對這件事情的一些理解 也許這比較專業啦 我們兩個可以對話一下 這是第一題 第二題就是 其實護理人員非常的辛苦 尤其是在公家醫院裡頭 在同樣一個單位裡頭 就會出現我剛剛的問題的第三題 一個是公務人員考試考進來的公職 公務員的護理師 一個是約聘僱的護理師 同樣的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不曉得理事長 我想應該在我們的那個護理學位上面 經常每次都會被討論到這一題 所以我大概就提出兩個問題 謝謝蔡委員 首先就第一個問題 台灣專科護理師的建制 其實是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在建制之前其實也討論了10到12年 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那目前來講有8852位跟醫師協同合作 那其實呢 因為護理人員法也修了 德根醫師 在醫師監督之下 德根醫師執行醫療業務 所以呢 這個是 其實是解決醫療體系相關的一些問題 但是他的職責常會跟PGY1 對 跟PGY1 分不清楚 其實不太一樣 PGY1 您說護理的還是醫師的PGY1 醫師的PGY1 醫師的PGY1 就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我們有內科大外科 然後大內科 現在又有麻醉 今年就是會有麻醉專科護理師出來 所以這一些呢 他是針對他自己的領域的考試 因為我第一屆也是有參與 整個全國的國家的考試 所以其實是針對各種不同科別跟專業領域 跟PGY1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問題呢 那確實蔡委員關心的這個問題 也是護理界長期關注的問題 就是說公家機關 我們當然是 如果以這個事 我們會考慮到公家機關嘛 公務人員嘛 那我們其實也跟衛福部 還有相關的考試院 考選全序部 也經過很多的溝通 那就是說高資低用的問題嘛 那還有就是聘僱人員嘛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在衛生署的時候 我們會經常去統計 到底每一個屬立醫院 現在所謂的部立醫院 到底這個月聘僱人員有多少人 那我們也希望說到一個目標 能夠降低他的那個那個就是比率嘛 那當然就是同溝同口的問題 他的福利他的薪資他的工作權 這個是要關心 李士長 最後十秒鐘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護理師的考照率 這幾年持續的降低 我希望在考試院能夠有所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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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請 謝謝蔡委員 繼續請林委員私民詢問 謝謝院長 各位委員各位被提名人大家早安 我想首先我有請我們的陳錦生陳被提名人 好請陳錦生被提名人 陳教授早 教授我想這個恭喜您被提名了 我想因為您本身是農業的博士 那對於整個考試制度的心格 文官的培養 文官的培養 考選 以及這個任用 輔系 這個部分當然以您所學來講的話並非是您的強項 所以想本席在這邊想就幾個問題還是來請問我們的教授 畢竟您還是有您的一個學術的一個地位 那麼首先先請請請請問陳提名人 總統府在5月29號提名的發布名單的時候 有特別說全體的提名人都同意共同加入推動考試院轉型為國家人力支援部門的任務 在這邊我就想請問我們的陳教授您對這個轉型任務有什麼樣的看法 也就是說未來考試院要如何 反行為國家人力支援的部門 那您本身有什麼樣的具體的一個建議 以及您未來要如何來推動 那麼這個問題先請教授來跟我們做說明 謝謝我以前擔任公務員十幾年 那我一直覺得這個我們的人事制度不是那麼理想 第一個人是一條邊 所以單位主管用人是沒有辦法自己自己有一個自由自由度 我想人事會計都一樣 那但是要轉型讓一個機構公務員能夠變成比較更優質的話 我是覺得當今現代的社會環境之下 不只是在辦那些人事行政的事情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人力資源 我剛剛講過了 資源跟資本不一樣 那人力資源的話 你可以把你有這麼多人 有這麼多資源 你有這麼多錢 你可以分配 你可以擁有 但是怎麼樣讓它加值化 那個叫做資本 我想人力資源要有人力資本的觀念 那現在我們的公務員一般就是說 依法辦事 SOP 照張行事 照張行事很有效率 不會出錯 但是不可能跨越 但是現在外面的環境變化很快 像這次COVID-19之類 很多彈性的措施 就必須要有一種所謂這個 Duralizing的思考 所以那個時候 譬如說還要有前瞻的思維 知道說將來高齡化 少子化怎麼來應應 謝謝 教授 我大概知道 這是您的看法 那我 剛才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未來您要如何推動考試院 轉型為我們的人力資源的部門 您要如何推動 剛才您是講看法 但是您要如何推動啊 對 我想 這個 可以用這個文官學院 考試院一個文官學院 那麼它跟 人事總署要有區隔 我們希望來培養所謂的人資長這種觀念 就是把人事行政跟人力資源分開 人資長他必須要了解 該單位的這個業務 他知道什麼資源可以用 什麼人可以加值 讓我們的機關可以升級 然後有前瞻性的思維 我想這個是 需要很多很多的這個專業知識 不是只有人事 這個行政的知識而已 謝謝 謝謝 大概了解您的看法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再請教您 您本身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 這個成員 去年蔡總統選舉前 當然長老教會發表的聲明 是一致的支持蔡英文總統 那所以當然 當您被提名的時候 我們社會的觀感 大家第一個時間的聯想 就是說 那是不是這個 陳教授的提名呢 是否有一個仇庸的一個 這樣子的意味 所以本席在這邊 想請陳教授 您很自信的告訴我們 您覺得您這一次的被提名 是基於什麼樣子的一個原因 您是不是可以很自信的告訴我們 您本身覺得你是很值得被提名的 OK 我第一個 跟教會一點關係都沒有 教會甚至不知道我被提名 第二個 我覺得我自己 因為我有基層公務員的經驗 我知道基層公務員想什麼 大家都在提高階公務員 其實基層公務員更重要 第二個 我自己有考試的經驗 我有高考的經驗 我有命題的經驗 月見的經驗 我瞭解 這些過程 裡面一些這個問題在哪裡 我希望我如果有機會 其實我以前就希望 有機會來參加這個改革 我自己沒有想到會被提名 我想這個事我很高興 我願意接受這個事 好 所以我想您也很自信的表達 我們也相信過去您在學術界的成就 也擔任過校長 應該是能夠升任這個工作 但是我想還是要對您的個人的一些想法 我們還是要去做更深入的了解 部長依照您的自傳 您過去當然是長期的 都是民進黨的支持者 那我們該委員都有在問 因為民進黨在第八屆的 我們立法委員的立院的時候 也曾經他的立法委員也有提案 說要廢除考間 所以這個現在 以現在來講 這個我們第十屆 我們大家四個黨都形成共識 要往廢考間這個方向來做研議 所以剛才我們這個蔡壁如委員 雖然有問 我還是要在這個舊教於您 您現階段您是否贊成廢考間 然後如果您贊成 因為剛才您說你贊成 那您贊成的話 你贊成的理由 你可不可以具體做說明 第一個 我覺得這個考試制度要保存 它的中立性公平性要保存 自己是不是要院局 這個可以商量 因為我覺得這個 國務司法院的思想只有考試權 它提出來了 其他的什麼虎婿 什麼裴婿 都不知道 那個都是後來那個戴季陶先生 把它加進去的 所以這個 如果是真正的國務司法的話 就是只有考試權 它是比較小的一個 但是還是獨立的權 所以我覺得是說 維持考試的總理 這個我非常贊支持 其他的事情 我其實我不是很貼 你認為考試院就是維持考試 這個部分有它的作用 其他都沒有作用 其他作用應該回到行政單位去 這樣才能夠有順暢的這個 不會到目前為止 常常兩個月在增值 基於你的理念 你就是認為說 考試院 目前考試院就是 只要就考試這一部分 有發揮它的作用 其他的就回歸到 我們的行政部門 去做一個 對 去做一個執行 所以您是贊成費考監 就是基於這個理由 我不是贊成 我是尊重大院的決定 如果不會我也沒有反對 好 謝謝 謝謝 好那接下來我就想救救您 既然我聽起來 你應該是對於說 如果考試院被廢除 您也沒什麼意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講說 這一屆的考試委員 應該就是末代的考試委員 當然 您未來如果獲得 這個同意 這個擔任考試委員的話 那您個人覺得說 您是末代的一個考試委員 您能依據你過去的學經歷 來對這一次 這個就是 未來國家的文官制度 您是末代的考試委員 您能發揮什麼作用 我想是不是末代不重要 就是說 只要是我該做的事情 我全力以赴 那我對於這個考人事制度 或者是將來人力資源制度 我是有一些想法 我希望在院會裡面 因為考試院是合一制 不是我一個人決定 但是我希望可以說服 其他考試委員 來揭曉我的意見 所以也就是說 您雖然說這個 很可能是末代的考試委員 您還是會站在 您基於考試院的一個職責 去擔任好這個考試委員的角色 但是就是說 我想了解說 您雖然擔任這個角色 但是很有可能會發生 您要超前部署 所以您認為說 您可以擔任這一屆的考試委員 您對於我們的國家的考選制度 您未來能做出什麼樣的一個貢獻與改革 您是不是要說說看 我想這個有一些科系 譬如說最近大院通過的公衛司法 因為我自己是這方面的 我比較關心 以前大家不關心這個公衛司 現在發現這個很重要 其實還有相關 還有一些東西 那有些考試科目 有些考試其實是不需要的 可以廢掉了 所以過去幾年來 有一些改革沒有很大 但是超前部署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是人力資源 人資長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將來也許可以增加這種 人資長的類科訓練跟考試 考用訓 那對未來的這個社會可能提前部署 很重要的 好 謝謝 那在接下來請問您 您剛才提到說過 您本身就是基層公務人員出身 那我看到您的這個過去 曾經表示說您最討厭打卡 您表示說公家單位許多的辦法 與制度利益良好 但執行起來晚晚變了掉了 所以這個本席牆請問您 這個您表示說這個紙上作業 甚至是造假 所以可否請您說明一下 哪些造假的情形 是在您任職的機關 還是說是其他的機關 您看到了 跟委員報告 在我任職公員的時代 還沒有打卡 我們是簽到 那我為什麼討厭 因為我是研究機構 我實驗做到一半 我要下去簽退 不然我就那天就不算 所以有時候這個很為難 那有的時候 我知道很多人簽到簽完了 就出去吃早餐買菜 下午出去買個菜回來 再繼續簽退 那我是覺得 是您的機關嗎 還是您是也是道聽途說 我的機關 就有人這樣子 對 但是後來才改成打卡 可是後來我擔任校長的時候 因為我私立學校 不受這個管制 我乾脆就取消打卡 我是覺得 我跟我們的同仁講 我們是教會大學 我信任每一個人 如果一個主管把每一個職員當作小偷 有一天他真的會變成小偷 但是我說尊重你們 那董事會是不贊成的 可是我說服他們說 因為這樣 所以也沒有加班會 所以未來 未來您對於說 我們的公務機關要不要打卡 您是認為要廢除還是怎樣 這個要研究 因為情形不一樣 我的學校比較小 三五百個人可以做 那其他的這個知識 極大肯定要好好研究 是啊 所以我覺得 您這部的發言 可能要更嚴謹 我想我們公務員的打卡制度 還是有它存在的一個必要性 現在如果您貴為考試委員 如果去這樣子的一個發言 我們認為說 好像是對基層公務人員的士氣 是一個打擊啊 謝謝 OK 好 謝謝 最後這個 再請教委員 就是那個 被提命人 因為您是拜國家考試之士 在學術研究 及您的學養上 有一定的一個成就 那您在一支撰上也表示說 您發現考試任用人才 雖然優秀 但因工作有保障 又欠缺淘汰機制 得過且過者不少嘛 就剛才您講的 那所以 本席想請教您 那麼我們考試院 有部分的專家 學者也認為說 考試院呢 缺乏淘汰的機制 也就是考試院 它是有權利的 但是它沒有機關可以監督它 所以未來您擔任考試委員 您也認為說考試院要改革 所以考試院如果未來的轉型改革 是否有包含 我們委員的淘汰機制 這部分您的看法 我想我會提出建議 提出建議就是 不一定要用甲乙瓶字 也許用百分比字 像現在的教師 這考試委員喔 我是講櫃院 櫃院本身喔 我不是講公務人員喔 OK 我進去瞭解一下 那是考試委員本身 因為現在考試院要改革嘛 有這樣子的一個 專家學者 對於考試院提出這樣子的一個批評嘛 所以您的看法是認為 未來考試院要不要 對於考試委員的考核 或者要有一個監督機制 要有一個淘汰機制 您的看法怎樣 我覺得應該因為我自己在研究時發現 考試委員好像沒有人監督 除了監察院可以監督以外 沒有監督 我覺得這也是不對的啦 是啊 就是這個民主政治就責任政治嘛 所以考試委員好像沒有任何的責任 沒有錯 這個就不符合我們民主的一個機制 好 那最後再談到這個考試院制度的改革啦 那您也說過 過往的公務員考試重視的國文科目 有思想審查的疑慮 那麼以更多台灣主體性的內容 取代大中國的一個思想 接下來請你舉例一下 近20年來公務員的國文考試 是如何做思想審查的 那您舉個例子來聽 還有您所謂的大中國思想 您這樣的發言 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這些國文考試 您為什麼有這樣子的一個看法 我想這個委員大概了解這個過去有14年 是同一個考試委員推薦的這個國文科的作文 就是等於14年的國文科被壟斷 那國文科不是 不是政論題以外 還有測驗題 當然後來有一些取消啦 現在都是考作文 還有公文程式 還有嘗試測驗 對 作文裡面也有 我自己 呃 作文裡面是非常主觀的啦 非常主觀的啦 所以 但是作文是要表達 讓我們考試是要去了解說這個人的論述能力啊 對 所以連作文都做不好的話 怎麼擔任公務人員呢 不不 還有公文程式的一個 公文程式應該要 我們認為這個公文程式的撰寫 以及對於公文程式的一個程式的製作 這是公務人員的基本功啊 對 所以這個測驗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公文程式沒有問題 是 那另外常識測驗 我們認為如果說您的疑慮是認為說 常識測驗裡面有很多文言文的話 我想這部分是 我們未來這個國文 考試內容的一些改進的問題 但是國文這一科是不可以廢除的 您站不站起來 謝謝林委員斯敏 繼續請 洪委員申汗請問 請那個陳先生跟吳先生 請 請 安吳先生 還有五 先 請 愛吳先 好 請 愛吳 別提醒 那有幾個事情想跟兩位提名人來做一些討論 那我想過去考試委員被受外界質疑的部分 當然就是因為考試委員的人數很多 然後職責不是那麼清楚 那當時1947年的背景 是為了因為中國的整體幅源非常非常的廣大 所以有19位考試委員 那現在時空背景當然很不一樣 所以考試委員的人數也在去年的這個組織法的三讀通過以後 從19人現在變成是7到9人 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改革的第一步 那前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委員 當然大家都是圍繞著這個一些廢考間的問題 那在詢問各位被提名人 那今天在這邊我其實想針對幾個問題 也想就叫一下幾位被提名人 那一開始先針對這兩位先請兩位先回答 那其實這幾年台灣社會有很多新興的議題 這新興的議題裡面涉及到很多跟公部門職權有關的部分 尤其很多跟轉型有關的事情 這些新興的議題裡面 過去常常是很多既有的公務體系 其實不太熟悉的部分 我舉例來說 比方說像食安的議題 比方說像能源轉型的部分 比方說像外籍勞工 比方說像氣候變遷 甚至很多人最近在談的公民審議 像這樣子的議題 那這些議題其實有很多民間的專業人士 其實對這些題目相對公務部門來說 有很深入跟長期的這些研究跟理解 那我們在很多非政府組織的社區裡面 其實都看到其實反而是在民間的領域裡面 有更多這樣子深耕的努力跟對話 好 那問題來了 這些議題不只是一個在民間的朋友 大家自己需要去處理的部分 它涉及到很多政策的層面 舉例來說 像是我自己比較熟悉的 像能源轉型的議題 就是其中一個部分 我們有很多新能源的嘗試 過去公務體系裡面 它可能比較熟悉的是一些傳統能源的部分 可是新能源它是在新的開發之中 那新的一些模式 新的一些技術 其實很多部分都必須引進這些民間 新的一些知識跟整體的這個治理的模式 也必須引渡進來 那所以我們也看到 其實常常在這樣子的領域裡面 有的時候我們看到說一些行政部門 它會有一些利益良善的一些發想 但它可能對於實際的知識 跟實際上的運作狀況上不了解 所以就會產生一個民間很大的需求 那這個民間的需求很大的落差 在很多轉型的議題上面 我們看到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這邊其實想問的一個事情是說 我認為 如何促進公務部門 公務人員 跟跨部門 跟民間之間有效的對話跟溝通 我認為是現階段的治理 行政部門的治理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課題 甚至來解決我們現在很多困境 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回過頭去看很多公務人員過去在培訓的過程裡面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是 很多課程都比較偏重於比較抽象的概念 比較抽象的概念在這些培訓的部分裡面 那其實很欠缺這種如何促進不同立場 不同位置 互相理解的操作性的一些課程 或者是操作性的一些培訓 那也因為缺乏這種促進跨部門的協力 或者是跟民間的溝通互動的這樣的課程裡面 造成我們很多在政務推動的時候 會出現很多的阻礙 我過去在民間的時候 常常聽到很多公務朋友說 對不起這個事情 我們真的是公務員 我們真的比較不熟悉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比較不會這個事情 這是我想很多民間的朋友都聽過的事情 其實這個是這樣的狀況 現在在行政部門裡面 大家有這樣的認知 就像剛剛陳先生有講到的 基層公務員很重要 所以我們常常從基層公務員裡面 聽到很多像這樣的聲音 說我也不會啊 我也不會 不知道怎麼辦 那我要怎麼引進民間的意見 那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國家 其實它都開始 很多的這個培訓行政官員的機構 都開始有些嘗試 促進官方跟民間的互動跟協作 協作這個字很重要的一些方法 引進到這個公務員的培訓裡面來 那包括怎麼讓公務員理解 一些參與式的協商的一些精神 怎麼協助各部會放下一些相對比較本位主義 可以彼此對焦 包括怎麼規劃預備會議 好好開一個會議之前 就要先做預備會議 這些嘗試其實常常在 我看到公務體系裡面 一開始會很不適應 那甚至甚至我必須說 如果沒有辦法把這些做好的時候 沒有辦法因應新的時代的需求的時候 常常有些人會覺得某些這個行政部門 行政機關就有的想法 好像不適應現在的一些治理 現在的一些新的一些任務 所以會覺得它的效能不髒 那是不是換掉換一個新的就好 或者常常大家就說 那我們是不是在上面多增加一個委員會 我們就看到很多委員會 在這種脈絡之下就產生 所以有些人當然也會批評說 這樣是不是疊床嫁屋的狀況 那我自己覺得 政解或政辦 應該是這些原有的部會 或原有的公務人員 其實他要開始有調整 學習的這樣子的能力的出現 那這個學習 當然不只是知識上的學習 是跟民間 有些是換位思考上面這樣的學習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才比較能夠排除困難 所以在這邊我想請問幾件事情 針對我剛才說到 如何促進跟民間 或者是跨部門有效的溝通的這件事情 我想問兩位候選人 被提名人 你們的看法是什麼樣 謝謝 我很同意這個 洪委員的論點 事實上 公務員 公務單位的這個僵化 或者是說 公務員他的這個 跟不上潮流 這個是事實 我不會言 那可以說 譬如我在學校單位 學校單位很簡單 以前當教授一定要什麼 現在我們把它改了 我們有技術教師 這樣的話 他可以進到學校來教書 他有實務經驗 然後配合學校的這個 有理論經驗 可以互相什麼 互相學習 那我想 這很重要 如果我們一位的 除了證務人員以外 我們沒有辦法判其他人的話 這個就 就真的沒有辦法進步 像我們最近這個 唐鳳委員 我查了一下 他沒有學歷 他是國中畢業 可是他真的有實力 他智商180 可是他用證務官任用 如果他用事務官 他沒有辦法任用的 那我們就少掉這麼一個 這麼好的人才 我想唐鳳委員 他能夠扮演角色的部分 不一定是因為他智商180 應該是他過去有很多 這種比較多 跨界協作的能力 是我剛才說的這部分 所以不一定是他智商多高 或者一定要智商高 才能夠完成這件事情 那吳委員 吳先生 吳委員 我想你這個 剛剛提出來這些觀察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也反映了一個國家 社會變遷的一個快速的這樣的步調 是 有很多新興的議題 的確 那麼很多公務員 因為他們當初 他們任公職的時候的 施工環境跟現在改變很大 那我相信 面對這樣一個新的情況 那怎麼樣讓我們的公務員 能夠接地氣 接地氣 就是對這些新興的事務 他能夠了解 我想這個考試院有 高級文官學院 行政院的人事總署 他也有公務人力訓練中心 我們都可以把這些新興的議題 來透過這樣的請專家 學者來給我們的公務人員 在訓練的時候 能夠進修培訓 讓他們能夠了解最新的議題的發展 所以兩位如果接下來 如果真的成為考試院的話 都願意在接下來公務員的培訓裡面 試著引進這些相關的一些工具 我說這是一些協助公務人員跟外界 跟民間跟跨部門對話 對焦協作的工具 兩位都是支持的對不對 也願意來推動的是不是 這是很重要的工作 好 那這個部分我先問到這邊 那我想再請另外兩位被提名人上來 謝謝 洪委員好 那個楊女士跟王女士好 好 大家好 那我其實第二個部分想針對 過去被媒體常常被講成是 所謂雙心肥貓的這個制度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公務員或者是在公立學校的教職員 在退休之後領有退休金 但是又到政府捐助的一些工法人 或者是私立學校來任職 那領有全職的薪水 那或者是超過法定的 這個基本工資的這個部分 那當時我記得之前 那這個年齡改革委員會 跟立法院裡面討論是覺得說 退休金的目的是在保障 退休後的老年經濟的安全 那包括繼續 但是如果你繼續領有全新 或私立學校一般教師的這個全新的話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退休的狀態 所以為了世代的正義 或者是一些職務上面的新陳代謝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大家也希望說多用一些年輕的人才 所以覺得不應該有這種雙心的這個狀態 當時立法院跟年輕改革委員 你們這樣的想法 那所以舉例來說 其實很多公務部門任職 或者公立大學退休的老師 常常他在私立學校在任職 常常就比較有競爭 甚至有些人被說 會被說他可以來當門神 我們常常也聽到這樣的說法 那這個狀況也產生了很多 排擠了這個新的新進的教師 也產生很多流浪教師的狀況 這是一體整體環環相扣的事情 所以當時在立法院通過幾個法律 來防止這個雙心肥貓的狀況 但是後來在司法院的大法官的781號 跟782跟783號的這個解釋裡面說 覺得這樣子的想法 違反了憲法保障的一些平等權的意志 所以後來判這個失去它的效力 這是確實司法院大法官有判這樣的 這樣子的解釋 但是大法官同時保留一個說法 是認為是說 雖然原本的這個法律的條文 讓它失去效力 但是應該採用相對比較比例的停發 不是全部的停發 像這樣的比例原則 或採取其他適當的手段 來促使 剛才在說的這個職務上面的新陳代謝 也不會產生這種不公平的這個狀況 那我想請問兩位被提名人 那第一個事情是說針對剛剛我講的這個現象 那兩位被提名的想法是什麼 對 一個問題 謝謝委員的提問 有關於年金改革這部分 還有這個大法官視線 您都已經說明得非常的清楚 那基本上我尊重大院的決定 還有大法官的視線 那至於說您剛所提到的那些問題 包括說比較年輕的 他將來進入學校去認識 諸如此類的這一類的問題 也的確當時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考試院的會議 還有在立法院的會議 還有一般的公廷會議 大家都有提出不同的意見 的確這個是值得去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是覺得這部分 因為一牽涉到這部分 都是有正反兩方面的意見 我覺得是必須要在大家 在進一步的去討論 那你還是沒講你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部分 既然說大法官已經做的視線了 那基本上我是尊重的 但是大法官又提到說 必須要用其他的方式 那至於說其他的方式的話 那麼是不是說教育部 因為這部分跟教育部會有關係 是不是教育部能夠召開相關的會議 來討論一下如何來解決這方面 有關這個教士人才的問題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個問題 還有相關的部會 然後把各專家學者都找來 我覺得可能這個不是個人 所能夠 不是 楊玉書 我還是沒有聽到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說教育部應該要找個開會 可是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覺得 這裡面在制度設計上 有一些就是要橫平心的問題 那還有就是說其實教育部 它所管的 不管是 它包括大專院校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還有包括 這個高中 還有這個 國中 國小等 諸如此類的一個問題 那麼也牽涉到說 我們教師呢 它平常的這個 行酬制度的一個問題 福利的一個問題 我必須說 在討論過程當中很多的 我通常我個人比較不願意說 事先呢 就先訂一個答案 然後用答案去找 去找解決的方 去找那個 佐證 我喜歡說 我是希望說 能夠多聽一聽 然後多做一個衡量 然後多做一些研究 我覺得驟然的說 一定要怎麼樣做 可能都有一點太不斷 楊玉書你這個回答 會有一點危險 我必須說 因為畢竟你會 接下來如果要成為考試員的話 人家一定會問 那請問你們 自己在 接受了這麼多的意見 跟資訊以後 你怎麼想這個事情 你會做什麼 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還是要給予 一個正面的回答 那我想問這個 王女士這部分好不好 對 你們兩個都曾經是老師吧 對 我目前在大學任教 私立大學 那所以 當然私立大學 就沒有這個問題 那公立 我們旁邊也非常多的 同仁 或是說朋友 是這樣的 就是從公立再轉到私立 那我個人看法就是 世代正義 那合理的 就是我們退休是保障 生活經濟安全 那如果 因為大法官已經四線了 就是已經駁回 但是如果還有空間 我覺得可以用世代正義 還有一定的比率 那這樣子 有一個公平公正的 一個 退休的制度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所以兩位 如果真的成為考試委員 都願意來推動 這個必負任的改革 都願意嗎 是的 有必要的改革 好 謝謝 洪委員 繼續請邱委員選擇 詢問 請邱委員 請邱委員 陳先生 請邱企 Institute 請邱伍bons 大家有沒有收到這個總統府轉記的時代力量的這份問卷 問卷有沒有收到 有收到嗎 陳貝提名人 吳貝提名人 王貝提名人 那這個有沒有填寫 陳貝提名人 有填寫嗎 那你事後是不是可以交過來 吳貝提名人 我想我們事後我們再研究一下 因為有一些問題我們都會 因為昨天事實上副院長被提名人 他已經說事後他會交過來 那所以現在吳貝提名人應該填寫沒有問題 這才八題 而且我認為這是非常基本的 態度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 那王貝提名人 我們會 沒有啦我現在就是要問你說 這是要不要交啦 因為如果你連這個八題 我昨天就跟副院長被提名人說 連這八題都打不出來的時候 我真的會懷疑說 那到底是不是認啊 那王貝提名人有問題嗎 可以交嗎 我們會討論會仔細的來 做打嘛 那之後會交過來嘛 之後會不會交過來啦 有必要的話 那所以你是不想交過來 我要知道你的態度是什麼啊 因為人家是 陳被提名人有填寫 而且他要交過來啊 那你是要不要交過來 不是點頭啦 好那你就不交過來嘛 好那再來就是說 贊不贊成廢除考試院 陳被提名人 就是說你的態度 我現在就是請教你的態度 OK 我重申就是說 對 我支持考試制度 但是廢不廢院 對 跟這次不 我是說你個人的態度 我現在問的都是你個人的態度 我個人的態度不反對 蛤 不反對 不要廢 不反對 不反對 那是 不反對是要廢還是不要廢啦 現在就是一個你個人的態度的問題 我現在沒有那個時間 跟你說的 你是 你的態度是什麼 讓大家知道 讓大家可以決斷嘛 因為現在各黨團的意思 就是要廢除考間 那你個人的態度是什麼 尊重我們大院跟民意的決定 那你個人的態度是什麼 不是尊重啊 我個人 我個人是沒有特別 好那吳 吳北提名人 你的態度 我問你的態度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共議題 對對對 我想這個 整個 那你作為一個被提名人 你對這個公共議題的態度是什麼 我想整個我們國家到底是 維持現狀的五權分立 還是邁向三權分立 我想這個整個發動的這樣的力量 來自於我們大院 還有我們全體國民 對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 如果大院跟全體國民 如果做成明確的決定 我想 這裡沒有一個乙符啊 我是在問你的態度 我們當然就會配合尊重 好那王 王貝提名人 我們也是尊重大院 不是尊重大院 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自己的態度是什麼 你自己不知道 如果需要我們會配合 如果你要作為一個五院的考試委員的話 你連這個議題 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相信你說 昨天院長 的被提名人在這邊已經講了 他要做一個末代的考試院的院長嘛 那我換一個角度嘛 那你是不是支持說你要做一個末代的考試委員 王貝提名人 我們是一個團隊 所以如果院長 是 那你自己的態度 你自己的態度 院長 院長是院長 他個別的行使被提名的這個人的這種尋打 那你就不用來了啊 不是嗎 就院長來就好了 也是這樣的 那是薪水讓院長領就好了 你不用領 是這樣嗎 你的態度是什麼 你是不是支持說 贊成說你作為一個末代的考試委員 當然是 當然是嘛 那這個陳被提名人 對 就是 你也認為說就是這是一個末代的考試委員 好 那五被提名人 我想我們尊重這個大院跟全體國民的決定 那你的態度是什麼啊 你自己的態度是什麼 院長的態度啊 陳被提名人有態度 王貝提名人有態度 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的態度就是說 大院跟全體國民決定了之後 我們就是配合 好那接下來再問一下 這個贊不贊成 約聘雇納入勞基法啦 因為這是一個工部門 現在有非常多的約聘雇人員 大家也知道 那因為這個約聘雇人員 完全都不受勞基法的保障 所以有時候改朝換代的時候 一砍 五百多人全部沒投入 那事後去監察院 到處去救濟啊 也沒有用 所以我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所謂的 這一個 這個國家人力支援部門 他要求說 這些派遣人員 非典型人員 不斷的增加 那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那雖然他說派遣零歸零 結果 到最後變成都弄到 所謂的淘盾到承攬這一塊 所以我現在就是一樣 也是要問大家的態度 這麼贊成約聘雇納入勞基法 陳被提名人 我想如果是法令 許可或者修改後 我是贊成應該要納入勞基法 對 所以你贊成約聘雇要納入勞基法 好 那這個無被提名人 我想我也贊成 你也贊成 那王被提名人 所以如果依法可以的話我贊成 不是啊 但是還是一樣嘛 你要有個態度之後 沒有考試院是可以提出法案的嘛 當然是為了保障權益 為了保障權益 可以 那接下來就是說 警銷組工會啦 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 我們的警察同任 我們的消防員 非常非常的辛苦 而且許多 都是農村的子弟 然後去當警察當消防員 那到最後 因為他的這個配備 然後他的安全的設備等等 這樣而發生了意外嘛 那大家贊不贊成說 警銷組工會 陳被提名人 我想工會法裡面是沒有 沒有規定說不可以組工會 但是因為他們是所謂的這個 行政契約的這個 類似廣義的公務員 陳被提名人 我給你交換意見 有一位這個在高雄的消防員 是 叫徐登堯 這個徐國堯 他就是因為倡議說要組工會 結果被高雄市政府啊 消防局寄了五十幾個 甚至更多的這個大小過 那到最後當然沒投入了 所以你了解我意思 所以我問你這一題 當然就是說 這個是很多基層的警員 跟消防員的痛嘛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問你的態度 我的態度是 他們可以組工會 但是因為有一些所謂的這個抗議權 是 跟老師一樣 醫生一樣 他不能有抗議權 但是這樣的話就變成波角了 對 所以這個 可能 但是你支持他有一個最起碼的一個結社權 譬如說結社權 或是集體交社權 這個可以 對 但是如果說沒有抗議權的話 對 不如就回到公務員協會 增加這一條 所謂的這個 增加警銷人員扶勤條例 對 增加加強他的這個 這個權力在裡面 我想可能會比較快 對 所以到底你是支不支持他們主公會啊 他們聽不出來啊 對 主公會他變成是有限制的 譬如說他不能 沒有那你就是不應該要 加入這個彈書嘛 對 這個是這兩件事嘛 OK 這個是一個是他的結社權 這是憲法保障的 是 對不對 對 那他現在就是因為沒有一個結社權 所以 他沒辦法來替他自己講話嘛 那所以你作為一個 假設假使以後行使同意權之後 你作為一個考試委員 你願不願意支持 這個警銷這些基層的人員來主公會 就這麼簡單 贊成或不贊成 贊成主公會 贊成主公會 好那吳 吳佩提名人 態度啦 我是要態度而已 我想這個問題 這一個 基本上我們現在有公務人員服務法 所以你不贊成嘛 行政中立法 我想這些也不是我們 沒有時間有限啦 我是要問你的態度 你是不贊成 但是我想這個問題很重要 知道我重視 好那王貝提名人 警銷跟護理人員一樣 都是高危險的 是 那我是 權益保障 我覺得要受到重視 那但是 是不是主公會 我覺得 我很難回答 但是護理人員可以主公會 結果你認為警銷不能主公會 從協會裡面 然後讓他擴大 譬如說協商權或什麼 直接問問題就好了 贊不贊成警銷主公會 我就是要你的態度 你贊不贊成 沒想過這個問題 不認為說這個問題會存在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可以去討論 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討論很久了 大家都在討論 是你沒聽見 對不對 現在我就要問你說 贊不贊成警銷主公會 你就要有一個態度出來嘛 這一個題目 在公演人事制度裡面 這麼重要 這過去這幾年 表示你都沒在關心啊 那你到底知不支持啊 如果依法可以的話 不是依法可以嗎 現在就是你作為一個考試委員 你不是考試院的顧問耶 對不對 你不是考試院的顧問 在聽他諮詢 你是要做決策的人耶 考試委員相當於部長耶 對不對 那到底你要不要支持 最後再請你再講一下好嗎 如果大眾民意支持的話 我當然會支持 考試委員 你是獨立行使職權 這些警察 這些基層的消防人員 他不是民意喔 好 那院長 這三位這樣 我再請這個楊貝提名人 謝謝 好 請楊貝提名人 楊貝提名人喔 請問你是現任的這個考試院的國家點事委員嗎 是不是 委員長 是嗎 那你過去也在擔任考試委員 我想請教 2018年6月發生了這個警察特考舞弊的事情 你知道嗎 是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件事嗎 是 那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那我就要問你啊 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危害這個國家考試公平這麼嚴重 那你是當時的考試委員 請問你做了什麼 我們在開會的時候 這個事情在考試院 我們做了好幾次的討論 每次討論花了很多時間 對 我們對於這個 因為這個事情有點複雜 又有減少單位 有點複雜嘛 那你知道2016年6月發生到現在 還沒有舉辦 重新舉辦考試嗎 就有所知 他們其實在規劃可能 規劃嘛 但是現在多久了 兩年了嘛 對不對 2018年6月 現在2020年的7月了 還在規劃 對不起 可不可以我做一個說話 因為這個案子是這樣 就是檢舉人 他並沒有直接向考試院來檢舉 他是在檢調單位檢舉 那檢調單位在偵辦的時候 他有一定的這個時間跟步調 那這個楊貝提名我想請教你 什麼時候起訴你知道嗎 起訴是應該是去年 對 已經起訴了 對不對 你說檢調這個 你可以講這個說法 雖然我不贊同啦 因為你考試委員本來就是一個 考試院本來就是一個機關 而且自己負責這個 國家的考試中 要是要你最了解 檢調還不一定最了解 結果你沒辦法自己調查 那算了 去年就已經起訴了 現在已經民國幾年了 是這部分 我們也的確要檢討 就是為什麼處理了程序 為什麼現在還不重辦考試 因為你看一下你的新聞稿 5月14號的時候 我接到你們的國會聯絡人的簡訊 說你們發了這個新聞稿 上面就有寫吧 你要求說要重新舉辦考試 對不對 重新舉辦考試到現在還是還沒有舉辦啊 這件事情我這幾天我又特別詢問了 他們規劃的時程會在10月 10月才要舉辦 所以你認為這是對的嗎 一個國家未來啦 假設又發生這個事情 兩年後 這些不應該考上的人都已經認官兩年了 對不對 你其實非常清楚吧 那結果兩年後才再重新舉辦考試 那我再唸一下 你剛才說 你剛才說你有發言嘛對不對 我把你的發言都找出來 2019年10月24號上午9點的時候 考試院第12屆258次會議紀錄的第12頁 考試委員 楊委員亞惠怎麼說 他說近年來 立法委員以審議本院 紀所署部會109年預算史指出 近來發生考試卸題的情勢 考試委員未妥善把關 你說 為本院委員對於考試政策向來積極提出諸多建言 立委對此實有誤解 請你說明一下 我說明一下 哪裡有誤解你說明一下 是這樣子 對 就是我們在舉辦考試 進行的是在考選部 那麼政策方面的是在 就是到考試院的院會的時候 那麼我會提出 考試院院會有沒有辦法決定考試政策 考試院院會有沒有 你做一個考試委員 你說為本院委員對考試政策 向來積極提出諸多建言 所以你有提出建言嗎 是我們很多委員 但是提出建言 我意思是說 提出建言是考試委員的事情嗎 提出建言是一個諮詢單位 他是考試院的顧問要做的事情 今天國家付你薪水 是請你去跟這個考試院 然後去解釋去說明說 考試政策提出建言 還有事實上我們還有一些法令 我們是必須要經過審查的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全院審查會 我們都對於各種考選政策 那我問你嘛 那你提出了建言 未來 如何防止未來會發生這個事情 以及說如何 如果發生的話 要怎麼來處理 總不能兩年後 還沒有舉辦國家考試吧 非常同意必須要改進 那我是認為說 可以分成通案和特案 那麼通案就是說 對所有的考試 都必須要去檢討 就是事前怎麼樣防範的事情 例如說 對於參加事務人員 他在參加考試 你的通案的解決方式 你這邊有講啊 沒有是認為說 你應該要用統合的方式 在進去 還是沒有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 我們現在要在做 那當然我們針對長長法 是有提長大法 在進來進去的考試 那必須再進去 但是現在有沒有去做 因為談起來就是 兩年後 你就十月 所以現在就是十月 一定會舉辦考試 謝謝 這個已經加油了 你說已經兩年了啦 對不對 已經兩年多了 還沒有舉辦 這個你現在很自信的傳導 那你讓這個規蓋考上的人 再執行考慮 而且那個共同處的規律 只要找這邊有限 對不對 不可以追尾啊 對啊 沒有考慮 但是呢 這個沒有考慮 應該要考上的人 對不對 他每天在家裡呼氣 對 我知道 你有注意到這個問 不會很穩定 沒有注意到 但是都沒有去做 對啊 這也是 沒有想要講 好 好 謝謝邱委員 那報告全面委員會 休息十分鐘 休息之後 繼續進行詢問 現在 休息 報告全面委員會 現在繼續開會 進行委員詢問 請李委員得委詢問 尋答時間十五分鐘 院長 是不是請四位提名人一起上來 四位 四位一起 對 最多三位 最多三位 那 沒關係 還是一位一位來 好了 還是一位一位來 我們先請那個 吳欣欣被提名人 請 吳 被提名人 那個 本席這邊有個資料 您聽聽看 從八十五年 十月到八十七年的十月 您承認 國家統一委員會的研究委員 而當時 國統會核心的主張 是依據民主 自由 自由 均富 力促 中國 統一 而您在第五屆的研究委員任期當中 也發表了 仍舊主張以中華民國的名義 促成兩岸和平統一 但是您卻在八十九年的五月加入民進黨的執政團隊 請教您 這一路以來 從支持 主張國家統一到台灣獨立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 您可以說一下您的心路歷程嗎 我想這一個 從李登輝總統時代 那麼到 陳水扁總統時代到現在 我想我們國家的國號一直都是中華民國 沒有什麼改變 都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台獨不台獨的問題 我想 中華民國台灣本來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我想 這個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台灣 也是 其中的一部分 我想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 但只是想請教您的過去的心路歷程 這樣一路以來 從等於算是國統會 然後現在到現在的位置 您可以說明一下嗎 或者聊一下 是我的了解就是 李登輝總統時代 基本上那時候我們整個國家的政策也是反共 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對共產主義的制度 那麼到 一直到這一個 陳水扁總統 馬英九總統 到現在我們蔡英文總統 基本上我們的國策沒有變 我們一樣是反共的 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兼併台灣 併吞台灣 所以我的理念 從過去到現在 一直都是這樣的想 所以都沒有轉變 沒有變 都沒有轉變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這邊考試委員自律規範第二條指出來 考試委員 應秉持公正 無私 保持超然客觀的立場 來積極克尊職責健全文官制度 並維護本院之名義 您是總統提名考試委員名單當中 唯一一位有黨籍的提名人 而且是民進黨 請問您 在政策跟決策上 如何保持超然客觀的立場 而且公正無私 是我想謝謝委員這個提問非常好 那我有機會說明 我想一旦如果大院同意我擔任考試委員 那我就會按照考試委員 應該謹守的規範 行事客觀中立 我想這個我們都會來遵守辦理 所以您會退出民進黨嗎 假如通過 我想民進黨有相關的一些規定 我們會照相關的規定來做 所以按照民進黨規定 所以假如不通過 那當然就是繼續民進黨黨籍 那假如通過的話 就會退黨嗎 還是怎麼樣 我的了解 按照相關規定 好像應該就是 那擔任這個考試委 那四年應該就是 暫時停止這個黨 黨權或是黨務的活動 相關細節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照相關的規定 我該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您好 一百零九年今年的五月十四號 以個人生涯規劃為由 辭去僑委會的委員長一職 可不可以請教 那個生涯規劃是什麼 我想是這樣子 因為 是那個時候你已經知道 要被提名考試委員了嗎 我沒有完全沒有 您什麼時候被告知要被提名考試委員 那個是在五月下旬吧 是五月下旬 五月下旬 因為那時候 為什麼我擔任委員長四年之後 我就 所以您知道誰推薦您擔任考試委員嗎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 所以 當時推薦的時候 也沒有請您 簽任何的文件 或者相關的 書信 沒有 資料 沒有請您提供 完全沒有 有 就是有 有通知我說要 這個 提名我要當考試委員 那請我把相關的資料準備 是 那大概是什麼時候 大概就五月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因為您五月十四才辭職嘛 那 五月十四才辭職 但是五月二十九日 就已經被 提名為考試委員了 請教 這是不是早就 已經安排好的 人事佈局 我想 您覺得不是嗎 您覺得不是嗎 事實上我在 天下有這麼巧的事嗎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在二月下旬 我就跟總統 跟院長請辭 因為擔任委員長四年 經常在國外做飛機 那那個時差 對健康造成很大的困擾 跟影響 那我認為 就不適合再繼續做 再繼續做 可能對自己的健康要付出 付出代價 所以我在二月下旬 三月初 我就請辭 但是因為 我想因為牽涉到整個 內閣的一個穩定 還有他的一些 布局等等 這個我們基本上個人 我們都 都沒有對外去說 所以您不覺得這是政治的醜用嗎 把您協調下來 然後換一個人去 您不覺得嗎 我想這是委員您的看法 好 那沒關係 我就您的部分 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委員 謝謝 陳語森 陳教授您好 前兩天公聽會的時候 有許玉秀前大法官 針對法律人的養成 考試跟專業訓練 提出非常多的建議 我想您也擔任過 十年長王大學的校證 那請您來聊一下 因為社會上常常出現恐龍法官 社會對於司法官的信賴度普遍偏低 那您覺得未來要如何進行法官檢察官的考試 以及培養跟訓練 在這一個方面 OK 目前的做法是兩階段 那我也同意 因為很多考科是一樣的 不需要浪費那個資源 考科一樣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我曾經有一次 一輩子第一次被人家被人家告 那當然後來是不起訴 但是我後來發現這個檢察官 應該是檢察事務官 他的認識用法我覺得不對 但是後來我想也不要再上訴 這就是不起訴 那但是我覺得說 很多時候我們碰過的意思 很多法官他是這樣 他高考考過來以後 經過訓練就派任法官 28歲 我覺得他人生歷練真的不夠 在國外的話 他們必須 制度不一樣 有些要當了律師 資深的律師以後 用選舉來擔任法官 我們台灣不是這樣做 所以我是覺得說 要實務就好像醫生一樣 你醫生 考過醫師執照 你不一定馬上會看病 你要經過很多的這個 這個這個 實習 所以這個部分 您未來在考試院 您可以承諾 會來推動這個部分嗎 可以 我覺得很需要 好 謝謝 那麻煩您就到這個部分 謝謝 院長 我們請下一位的楊雅惠被提名人 好 請楊被提名人 您曾經擔任中央銀行的董事金管會的委員 具有財經金融的專長 而且又是現任的考試委員 楊委員 請教考試院審議年金改革法案的時候 因為總統府的年金改革委員會的重要改革原則 都已經定案了 全序部被迫照單全收 請問在這一個部分 雖然已經通過年金改革 您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您對於已經通過年金改革方案 有沒有什麼意見 事實上 這一個總統府當時成立一個年金改革委員會 這個案子有到考試院在經過討論 然後考試院再提這個案子 然後到立法院的時候 又立法院的這個案子 我主要是您基於您的專業 您對這一個案子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年金需要改革 但是改革的細節可以再細緻一點 例如說哪個部分要再細緻一點 心靜氣的來說 我們可能呢 是站在整個社會不同的這種職業 那麼這個恆平 所以您覺得說明的不夠而已 而是您對本來這個案子沒有什麼意見 是這意思嗎 是的 因為我覺得說 事實上我在這些文章上面有提到說 像國外他們也有一些這種年金的一個制度 那只是說他們剛才來設計的時候 可能有想的比較多 例如說這個可稀釋的年金 可是我們的年金制度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做得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多套 所以呢 變成說每一套中間有很多的不恆平性 所以在改革的時候 那常常被改到的那部分 他就會有所反彈 那常常會在各種基因下 因為不同的權衡 而最後的制度就有一點紛亂 所以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例如說 這個在制度設計的時候 假如當時對優惠存款利率 不要定一個18% 那當時如果是一個彈性 就是說當時能夠存款利率 能夠定為說 根據例如說台運的利率 然後加幾碼等等的 我覺得是不會造成現在的問題 所以以後在制定制度的時候 必須要更長遠的眼光 而且要注意到整個環境的改變 這個經濟金融情勢的改變 這些都必須要考慮到 可能以前沒有考慮到 所以這個部分 當然希望您 假如繼續擔任考試委員的話 當然能夠在這個部分 能夠多建言 另外一個問題想請教的是 公務員的退輔基金前五個月 投資的績效是負4.75% 虧損已經274億元 加計勞動國保基金三大基金 合計虧損已經2675.21億元 請問您如何強化 退輔基金的經營跟管理 是的 退輔基金的操作 跟國內各基金 跟全世界各基金 都有一個同樣的現象 就是整個經濟環境不好的時候 它的整個績效都非常的差 例如說2008年金融海嘯 然後像2017年這個美中貿易戰 諸如此類的 在那個時候 全世界的這種基金 它的績效都是負值的 所以我們看去年也是 就是說這個如同委員所說的 都是負值的 但是如果是以去年來說的話 又全部都是正值的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會建議說 在操作上的話 是不是在固定收益型 還有這個資本利得型 這個資產的配置方面 要做一個適當的權衡 那根據我們對公務員 所做的調查 公務員 他們大部分比較希望是安全性 就是說我們去問 到底是安全性獲利性 你比較想要哪一個 結果得到的答案是 大部分是安全性 所以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安全性是絕對不能忽略的 可是你過度的安全性 就會太保守 那你要太激進 就是很激進的時候 那風險也會比較大 所以這中間就必須要權衡 那麼我們是建議說 是不是在組織上呢 能夠在某些地方 去調這個靈活性 還有呢 就是專業性一定要加強 專業性一定要加強 我們希望說這人員呢 能夠跟這個財經界 這個脈動 這邊多去學習 多上課 而且在委託操作的時候 同時呢 也去觀察委託的單位 受委託的單位是怎樣操作的 我們希望這個專業性呢 是一定要加強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 您對於三倍券 對於經濟效益 您可以 的經濟效益 您可以 來評論一下嗎 然後 針對振興台灣的經濟 您有沒有什麼建議 這個本來不是考試院的範圍 是您 您是財經專長啊 好 我試著 就我了解 因為三倍券 這個到底效益多少 通常我們在經濟上 我們會要用 例如計量方法去做一個研究 到底就成出效果是多少 那通常要比較看比較多的資料 那我回想到以前也曾經有這個消費券 當時也有做個研究 到底它對這個國民所得的影響 您可以相比較一下嗎 三倍券跟消費券的差異 這個 因為 在實施的方式 是有些差異 這個我就不用多講了 可是那個效果 因為現在資料還沒有出來 我覺得我現在如果說 無法評估 那不是很完整 那您對於振興台灣經濟 有沒有特別的建議 我想現考試委員 雖然這不是考試的範圍 但是大家都對於振興經濟非常關心 您也是這方面的財經金融專長 所以您可不可以 是 我想振興經濟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對退伏基金的操作 絕對有幫助 如果我們經濟振興 然後金融情勢如果是穩定的話 那當然退伏基金的收益也會比較好 所以 雖然在考試委員 我也是非常希望經濟金融 這個能夠一直往前進 而且金融情勢能夠穩定 我也是希望這樣 那振興台灣經濟 這個問題就蠻大的 這個 這個包括國內的各種各部會 這個政策 還有經濟部的政策 還有經管會 我以前在經管會 那這部分就是讓我們金融秩序 還有金融機構能夠健全的運作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 還有 但是我們產業發展的 我們在公共產業 就找到關鍵的核心 如果這個主要的 這個 我們要做法界進行的 關鍵的進行 關鍵的產業 有這麼多的 然後 我覺得對我們 在溫暖的方向 這個當然 我們就是 我們在溫暖的方向 這個 我們在溫暖的方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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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 王委員定語的詢問 書面提出 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繼續 請陳委員以信 詢問 大家好 院長 請 吳被提名人 吳欣欣先生 好 請吳被提名人 陳委員好 呃 吳被提名人好 我想請問一下 您可知道 您被提名為考試委員 的原因在哪裡 我想 這一個 因為我這一生的這個 職涯 橫跨了公務人員 跟教育單位 那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我想 我也有這個 兩次國家的特考幾個 一個交通部郵政 佐企人員考試 第二個就是 外交特考 我都考過 那第三 我也有這個 曾經擔任過 考試院點試委員 所以我想 這些理論上 跟事務上 各方面的歷練 或許 是我被 這個推薦的原因吧 考試院組織法 第四條 有關於 考試委員要 被推薦 提名 他有一些條件 你唸過了沒有 你說我的條件 對 我是第一條 就是說 考試委員 這個考試院組織法 第四條 考試委員應該 具有下列各款 資格之一 您是按照第一款 曾任大學教授 十年以上 生育卓著 有專門著作者 對不對 是 您任大學 任教 十年以上了 是不是 有 那為什麼是生育卓著 生育卓著呢 生育卓著 不是我自己講的 是這個規定上 所以你 不覺得你生育卓著嗎 我想我們應該要謙卑一點 那 專門著作呢 您的專門著作是什麼 我想我有幾本專門著作 那個相關的資料 我想委員應該在這個檔案裡面 應該都有看到 有 有中文著作嘛 對不對 有中文英文 叫做 《Bridge in the Straight》 《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本書我看 請問各界對這本書的評語如何 我想這本書是1994年出版的 那跟委員報告 在那個時候 在90年代中期 那是我們代表台灣的觀點 第一本在國際社會學術界流通的 用英文寫的一個著作 所以我的了解 那時候西方國家的學者 很多人都跟我聯絡 那麼來跟我交換意見 聽取看看 就是說 在那個時候 我們台灣對於兩岸關係 有什麼看法 那那個時候我想 應該是有它的一些貢獻 貢獻 那評價好不好 我想 學術著作 我想見仁見智 因為我想委員 你也是學術先進 所以我想我們也不能說 好或不好 這個都可受公平 我想請問 你知不知道 Foreign Affairs 這份外交雜誌 是 這是國際間 算是最頂尖的外交雜誌 對於全世界各國的 相關的外交關係決策 各種書籍 都有常常的介紹 你知道上面有你的書評 你知不認識 一位紐約的教授 叫做Donor Zagoria Zagoria 這位老教授 現在已經九十幾歲了 其實對台灣事務非常的關心 在紐約 CFR 外交關係協會裡面 是很重要的成員 那麼這些年 對台灣的認識 都有相當的了解 他給您這本書的書評 一文不值 你知道嗎 我現在念這段文字給你聽 這是 Foreign Affairs上面 Zagoria教授 對你這本書的書評 他說 A insightful book on this relationship particularly from the Chinese scholar would be very useful Unfortunately This book is not it It is virtually devoid of analysis or practic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在書評上面 我沒看過這麼嚴厲的批評 他批評這本書 根本沒有分析 更沒有實際的政策建議 這種書評我沒有看過 請問您跟這名牌教授有仇嗎 這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學社會科學 那麼每一個學者 他的觀點 他的立場 他的分析 我想都是見仁見智 我想Daro LaGloria 他的政治背景 他的立場 他的意識形態 我想 他的意識形態 非常挺台灣的 那事實上 LaGloria在紐約 他有舉辦 每一年都有辦三邊會談 基本上 如果他對我的評價不高的話 他為什麼連續邀請我三年 都去參加他的三邊會談 我也有參加今年的三方會談 事實上 我其實要告訴你說 你的英文著作就是這一本 但是這本書評其實 很有這個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而事實上 考試委員必須要望重士林 而這本英文著作 書評不好 未來要是您當上考試委員 你要給很多其他博士 要考試的 這時候您可以服眾嗎 我首先必須要說 這個地方 我對您專業能力 必須要打上一個問號 接著我必須要請問你 第二個問題 考試委員必須要行政中立 您有所屬政黨對不對 您剛才也說過 您會按照民進黨的規定來處理 這個就是你面對黨籍問題的 最後的一個方式嗎 你不打算退黨對不對 我想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大院還沒有同意我擔任考試委員 那如果說大院同意我當然 同意了才退 不同意就不退 這個問題我想我就要面對 我會處理 所以你只能夠說你要處理 你現在並沒有能夠保證 但是我想委員 對我也有所認識 過去擔任僑務委員會 委員長 基本上我在處事 做事各方面我都是盡量 你是唯一的目前提名的考試委員 裡面有黨籍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算你不退黨 如果你當上考試委員 你可不可以保證未來 你會不會將政黨的意識形態 或政治立場來帶入考試院呢 我想委員這點可以放心 因為你跟我也認識 你知道我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很明顯 很強烈的人 我想我們都是就事論事 怎麼樣讓我們的文官制度 做得更好 那麼秉持行政中立客觀的原則 我想這都是我做事情的態度 好 你說不會 那我們就來問問看 蔡總統跟民進黨 從上到下都說沒有九二共識 你自己認為有沒有九二共識 如果你要問我個人的意見 因為我曾經在這一個 1998年到2000年的時候 在海基會服務過 那麼相關的黨卷我都看過 我們也注意到在90年代 早期的時候兩岸 有會談 但是我的了解 最後卡住了 就是所謂中國提出來 它要一個中國的原則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但那時候我想我們國家 基本上我們不認可 我們也不接受它這個 一個中國的原則 那最後的Solution 就是各自表述 白子 當時有各自表述 當時有所謂的一中各表 就是在這一個 我了解在海協會他們 最後 處於僵局的時候 海協會最後就建議說 那既然這個一個中國原則 彼此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話 那各自表述 那我記得 當時確實有一中各表的一個存在 一中各表是後面的人去把它形容的 隔天報紙就有了耶 不是後面耶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顧政府董事長 你知道顧政府董事長 他也不會亂講 顧政府董事長在申請的時候 他親自講 他說兩岸之間沒有一中各表 也沒有共識 來 來我唸一段話給你聽 下一頁 由於一個中國的原則 兩岸各自定義與內涵其義盛大 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各說各話 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唐樹貝 於是建議兩岸採取務實態度 台北國統會因此 針對一個中國的含義做出解釋 重申台北的基本立場為 一個中國因此1912年成立迄今的中華民國 其主權給予整個中國 但目前的治權緊急於台澎金馬 接著 兩岸採取各說各話的務實立場 以及共同的努力之後 似乎總算化解了兩會自1991年開始對話後 所出現的僵局 並讓孤翁會談得以召開 請問你看過這句話嗎 我看過 為什麼 這是我們總統的文書 不是 這是你的書 是 這是你的書 整合理論與兩岸關係 研究157到158頁 這是你寫的 是 那時候就根據我們國家的國策 政策來寫 所以你當時說一個中國最好的解決辦法 就是各說各話 你當時還說兩岸各說各話 是一種務實的立場 老實說你解釋九二共識 比我解釋還要好 你現在全都忘了嗎 的確有點忘掉了 那十幾年前的事 你現在考我的記憶力 您當時是不是國董會的研究委員 是 當了多久 好像是兩任還是三任吧 您當國董會研究委員的時候 你承認九二共識 現在當考試委員 你就不承認九二共識 你是不是換了位置就換腦袋 這個陳委員跟您報告 那時候李登輝總統時代 並沒有九二共識這個名詞和說法 你剛剛在講一中各表啊 你剛剛講九二共識的那段歷程 講的都比我還好 蔡英文總統520 2016年的舊子眼說 講的都沒你寫的好 這個我不敢這麼認為 我想是根據那個時候的一個客觀的事實 我們把它陳述而已 好 吳提名人 你要當考試委員 那我們剛剛問九二共識 我現在就來發現 從這個九二共識的問答來看 你其實還是民進黨黨員 你不是考試委員 民進黨黨員 考試委員的身份是不一樣的 既然九二共識 你不肯承認 那我們來台灣獨立 我請問你 民進黨是不是台獨黨 我認為不是耶 民進黨不是台獨黨 民進黨執政會不會帶台灣走向台獨的路 我認為 看兩岸的問題 看台灣未來的發展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yes or no 這樣就把它講 講的 我想 我個人認為 其實朝野各黨對於怎麼樣來表述兩岸關係的現況 名稱 都有不同的一個說法 但是我個人認為 其實朝野之間是有很大的共識 就是說怎麼樣來保衛我們中華民國也好 保衛我們台灣 反共不要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兼併 我們要確保捍衛我們自由民主的這樣的一個生活的形態跟方式 我覺得朝野是有共識的 你回答得非常靈光 但是我現在再唸一句話一段話給你聽 下一項 Logically speaking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 would depend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PP should the DPP become the ruling party someday in the future the possibility of realizing the Chinese independence would obviously increase 你還記得這誰寫的話嗎 我想這個的確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你寫的嗎 是 就是你英文那本書 Bridge in the Strait上面寫的 你當時明明說未來民進黨如果執政 台獨實現的機會就會明顯增加 你後面還寫 台獨可以透過民進黨執政 而實際合法實現對不對 我想那個時候是大家看完 書上就這樣寫的嘛對不對 那你現在根據你寫的書 民進黨就是台獨黨 你是民進黨員 你就是台獨黨員對不對 我認為不是這樣解讀的 不是這樣解讀 來 其實我也覺得不該這樣子講 所以說 我們說你是台獨黨員不公平 你知道為什麼不公平 因為我發現其實是統派 你的整合理論那本書裡面討論 兩岸有四種整合模式 你還記得哪四種嗎 我不是不記得很清楚 中國聯邦 一 二 中華聯邦 三 中華邦聯 四 中華國協 下一頁 你當時認為說兩岸 再下一頁 你當時是這本書的作者 你認為說選擇中華邦聯 或中華國協的架構 是兼顧了兩岸統一 與台灣獨立的雙重內涵 以及台海兩岸政治的現實性 也是兩岸一種相互妥協的結果 符合中庸之道的精神 兩岸要共同結合成一個新中國 你是統派耶 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想你也是這方面的專家 這是我們學術的著作 我們學術做一個學者 我們對問題的分析 我們會把各種選項 各種可能都要提出來 做一個研究 中華邦聯 中華國協 我記得在90年代的時候 的確兩岸兩會交流的時候 我們台灣內部 李登輝總統時代 也提出很多的想法跟建議 在國統會裡面 但是我的了解 我們把相關的信息就是說 一共給對岸說 我們可不可以成立中華邦聯 中華國協 但是對岸明確的拒絕 所以這個idea 基本上就台史浮中了 這是歷史的過程 歷史是殘酷的 我們透過這東西 看了你的老資料以後 我發現你搞得我好亂 你一下子講九二共識 一下子又講沒有九二共識 一下子呢 講兩岸統一 一下子呢 講台灣獨立 老實說我覺得很感慨 不認識以前的這個 吳欣欣 好色委員是國之漢林 是老師的老師 如果前後不一 如果雙重標準 要如何能夠做委員 試表當中的試表 陳委員我覺得 你不能這樣說我 我覺得這對我是不公平的 基本上剛剛有一位委員 他也問我這個問題 那我講得很清楚 從李登輝總統十代開始 到陳水秉總統 馬英九 蔡英文總統 我的立場始終如一 怎麼樣反共 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確保我們台灣 我們的主權獨立 完整民主自由的制度 生活方式 這就是我的理念 一路走來沒有改變 如果我是誤解 我希望你能夠公開的 對社會澄清 我想這些都是 我今天沒有一些是我 不是根據你的書 根據你所寫的 根據你所講的 所提出來的 都不是我今天 塞話在你身上 會造成這麼多的誤解 你自己也有這個責任 好 謝謝 謝謝陳委員 繼續請邱委員 請太原尋文 主席 各位提名人 各位委員 各位同仁大家好 可不可以請 王秀王提名人 提名人 謝謝 好 請王被提名人 王教授你好 我們很清楚 護理師總是非常辛苦的在照顧病患 尤其在疫情的期間 護理人員必須要長時間穿著防護的裝備 勇敢地站在第一線 貢獻他們的專業 護理人員的付出及辛勞 蘋果人民有目共睹 蔡英文總統 也在5月12號 國際護理節在臉書發文 向護理師致敬 而政府 也非常關心護理人員的職業環境 並以護理團體合作 持續提升護理師的各項勞動權益 那我們都知道 面對現在即將高齡化的社會 以及各項新興疫病的侵襲 其實護理人員更重要 今天早上剛好看到一篇三頁的文章 那我也看過很多次 就是在檢討義大利為什麼在這一次 三頁的時候疫情非常的嚴重 他分析 分析就是說 他義大利關閉了 這段期間來因為緊收費用 醫療費用金關閉了758間的病房 壞掉5萬6千個醫師 還有5萬個護理人員 所以整個醫療體系其實是崩盤的 所以最後幾個死亡最多的人 有兩個 兩種 一種是基層的醫護人員 一種是木領人員 我們都是神父 從外面出來 關懷病人也都是殉職 那我知道王教授王院長長期在 護理領域深耕多年 深健康照護的專業 更具有豐富的教育以及行政的資歷 因此成為本次考試驗的被提名人 有你的自傳裡面可以更了解 你過去的貢獻跟成就 那希望楊奈寧專業跟經驗 來為台灣的健康照護環境 做出進一步的貢獻 共同來照顧全民的健康 那我們都知道 在2020年總統選舉那個時候 我們護理師或是工會有訴求 幾個訴求 包括我們護理人力需要補充 那目前的缺口 當然依照衛福部的統計 是從五千多到一萬多 那薪資看起來也沒有到達平均的 還有健康照護專業同仁的平均薪資 那比較需要更重視的就是職業率 63.1%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未來考試驗 考選方面可以來幫忙的 那護理工作年資不長 當然就是只有六七年 不及歐美的二十年 這是我們在從事 我也三十幾年在醫療體系 在台大醫院工作 我們面對各種團體 都覺得護理人力其實是非常重要 但是又很難請到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不曉得那個 我們被提名人 對這樣的訴求你有什麼看法 謝謝邱委員 邱委員長期以來在立法院也幫忙護理發聲 那當然我們這個 就是說考試委員不是 科別的那個 首門人 那我們是用整個國家發展 來看國家人力還有那個文官體制的建制 但是呢因為我自己本身在醫療體系也三十多年了 那當然護理的環境 因為我目前也是兼台灣護理學會理事長 其實在從2000年跟邱委員一樣 我在2000年的時候就開始 不管是衛福部還有我們專業團體 我就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大會 還有相關的會議 因為台灣護理學會是 133個國際護理協會的會員國之一 我們是用台灣護理學會 那這個呢 國際護理協會是跟WHO非常的深度的鏈接 所以我們很多的政策呢都是從國際去比較 那國際比較其實包括薪資還有工作年齡 還有工作條件等等 我們其實都有一個比較 所以我們才會有跟不管是衛福部還有總統呢 希望能夠來了解 尤其是透過每一年的國際護理師結 這個是也是我們國際護理學會希望 民間團體一定要為護理發聲 所以我們都有一些 其實每年的總統選舉 我們都有一些訴求 那希望呢能夠讓護理的這個勞動條件 還有薪資福利甚至於健康 那延長它的這個工作年資嘛 那其實是蠻多的問題喔 一下子也沒有辦法陳述的非常詳細 不過原則上就是 我們已經國際世界衛生組織 我今天早上在書面有講 健康人力跟我們國家人力資源都同等重要 那健康人力跟國家人力呢 這個其實我們會講說 我們常常講的 我現在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夠了解說 人力資源是一種投資不是成本 那用這樣的概念呢 當然在我們的醫療體系裡面呢 就會把能夠充足的人員 這個我想我們互併比最近也是通過 但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們希望能夠更精進 是不是能夠九十二十五 能夠還有護理輔助人力等等 這樣來提升我們的整個醫療體系的護理的勞動條件 這個是我想我們一直在努力 那跟委員報告 我最近剛好也是國衛院的私醫委員 所以我執行了兩年的就是全國性的護理人力前瞻策略規劃 會提供衛福部或是相關的救愛部考選部參財一些建言 怎麼樣去能夠去投資在護理人力 讓整個醫療體系建置的更完善 以上報告 好 非常謝謝 那我想您提的過去的努力 應該帶著護理的專業團隊做了很多的研究跟建議跟貢獻 那你可能如果到考試院以後 在考選制度怎麼樣來協助 這樣的人力的一個發展 是發揮人力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我們過去常常覺得 譬如說舉個例子 考照例 有些考照例不是那麼高 我們也常常反映 那這中間不管是協調相關的單位 感覺相當的困難 所以您現在的護理考照例是多少 現在其實 國考有兩階段 一個七月的 七月跟二月 那二月的其實就是重考 那二月重考有時候真的是非常低 差不多二十到四十 然後因為全國 你知道我們護理的教育層級太多了 也有專科的 也有二技有四技有大學的 所以呢平均大概是50%左右 那每年有稍微變動 四五十 但是呢其實高等教育 就是大學的大概都在90%以上 大概都在90% 甚至於百分百 但是呢因為有一些專科的 不好意思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完全了解 這個就是要去突破的問題 我們不能身在廟堂 我也是台大的教授 你也是很知名的教授 我們不能站在教授的立場 沒有去注意到 我們所有的不管是大學或學院或專科 他的老師也是我們的學生 他的學生是我們的徒子徒生 結果你怎麼把它 我比較不贊成把它分成 它是大學部啦 所以他們的考試率就比較低啦 考試那是不是有比較 再重新再思考一件事情 人力是那麼的需求 為什麼你不把那個可能一半的 totally 沒有考上護理師執照的人 把它發揮他們的功能 而不是去做其他的事情 包括去做外送員 包括是怎麼樣 可是我們的所有長照機構 我們的各種照護機構 卻一直是要人力 這是非常重要要去思考的 我覺得在考試一定要去處理這件事情 也不可能啊 也不只只有護理界 那這個部分可能要把學界 跟真的需要的健康照護第一線的需求 這樣做一個結合 我們絕對尊重所有醫療團隊 他在發展他的專業學術方面 到達一個跟國際比較的 但是如果沒有立足於本土 讓本土的照護體系能夠扎根的時候 再跟國際化的比較是沒有意義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可能我們還是需要再特別的注意 那這個就牽涉到下面一個主題 然後我們看下一個主題 然後我們來看前者護理這件事情 我不想你對 我想前者護理大家都很清楚 那也很多專家 或者護理專家也想提出來 您覺得你的看法怎麼樣 目前 要不要在台灣有辦法做嗎 所以 它的困難 什麼何在 所以當然Total Care 就全者護理 那目前來講 衛福部在推動 共聘 就是造福共聘制度 那其實就是全者護理非常相近的 已經非常接近全者護理的概念 那這個其實我們護理界一直在討論 大概有一個方向 所謂以前叫做Skill Mix 就是混合式照顧 然後有不同的人員組成 護理師 進階護理師或是護佐 當然這個名稱現在還不是法定的 那也有在討論說護佐呢 或是造福員 那這樣到底是醫院聘的呢 還是家屬 所以我們是在往那個方向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這個有一點點稍微細節 我們是談大方向 那您現在我們本屆的立法院 有兩個案是在談這個 他們也不曉得怎麼 我覺得提案的人都一直有在跟我討論 他們不曉得怎麼走下去 所以我當然也跟很多護理界的前輩 大家一起討論嘛 那有沒有辦法 讓那個沒有考過護理師執照 那麼多的人 可以有一個機會 用什麼方式 讓他們取得一個執照 讓他們不要去 不知道要去哪裡 也可以做他 今天來禮拜天 細護理科好了 第一頁 textbook第一頁 畢業就carry 就是關懷 我相信這樣一直交交交到最後 畢業如果沒有給他參與 健康照護的工作 是非常可惜的 為什麼這麼龐大的一個 一個人力之眼 我們為什麼不能給他一個 相關的證照 來投入未來長照 甚至前者護理的工作 可不可以檢料您的 有沒有辦法去突破這個部分 報告委員 現在如果沒有考到證照的 其實就是實 也可以在醫院嘛 就是算實習 那個有法的嘛 就實習護士 那如果是未來呢 長照這一塊我覺得非常鼓勵 就從事照服員 還有就是剛剛講的全者照護 全者護理也需要 全者護理也需要 對對全者照 你如果全者護理只是請 一般的照護人員 設幾個一陣子的受訓 就這樣我覺得那個 那個專業的人力的 專業的人力 可不可以沒有發揮 其實可以耶 他可以耶 全者照護就是你沒有考照的人 有研究幾年覺得這個是解決之道 你可以照服員 不然永遠在健康照護體系 就這個問題存在 我們在這中間有點頭痛 他沒有 他只要不是叫護理師 他就可以在醫院擔任 我們現在有醫院其實叫護佐 那你要不要創造一個名詞 護佐或是照服員都可以 不要再用實習護理師 那很奇怪 那這個如果修法 那個實習醫師也是 實習醫師那個是沒有執照的啊 那只是 可是你為什麼不給他一個證照 讓他有個尊嚴 那這個就 他們的絕對有照護的能力嘛 只是很考試考不過 這個是不是只有護理人員 醫師也是一樣 都一樣 還沒有考到證照 都叫實習 醫師實習 我知道啦 希望我們現在就 明明就需要這麼多人力了嘛 那我就去研究 沒關係 可以 這個可以討論 非常重要的意見 這樣我就去做做前者護理 或未來長照各方面需求的人力 好 那最後一個我再請教你 我想安寧反而醫療 那個在台灣發展得相當的好 2015年 在全世界調查八十個國家 名列第六名 這安寧遼戶 是好像創造生命 最後生命的一個意義嘛 提升品質 護理人員非常重要 你怎麼樣鼓勵 或用什麼制度 來讓護理人員 願意去接受訓練 接受去考試 這個是未來 也拜託 在考試院的努力 好不好 好 謝謝 這個我會帶回去討論 安寧遼戶 我們現在也是有一個專門的 一個就是一些證照 因為大家很注意這個 但是請你在這個地方多注意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區委員 報告全民委員會 今天上午對考試院 考試委員被提名人 尋答部分到此為止 謝謝四位被提名人的 列席答詢 下午兩點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對考試院考試委員 被提名人 周蓮香等五人的詢問 現在休息